台南市立委今天补选了 有三个角逐的候选人上午也来进行投票 目前投票情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孙玉玉来告诉我们 玉玉 好的那么在台南市的立委补选方面 这次总共有三个人来角逐 那么民进党是推出了台南市长许天才 国民党则由不分区的立委陈淑慧 另外还有一名是无党籍的陈元祺等三个候选人 那么其实呢从上午到现在呢 其实整个投票率都非常的冷清 不过呢这些候选人呢 分别在他们一个辖区的这个 这住所的一个投票处呢 投下了审设点票 来看看稍早前他们投票的状况 那么这一次呢总共立委补选的区域呢 是在台南市的东区南区还有安平区 那么选举人数大约是29万一千人左右 那么其实从上午8点一直投票到现在的10点钟左右呢 投票的人数可以说是稀稀落落 也因此呢选情都相当冷清 因此呢这一次预估立委补选的 这整个投票率呢大概在四成左右 以上是现场的捐行情 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好今天天气相当不错 你们提醒这个台南市的朋友也记得要去投票哦 好 好